修行基础靠人格 上 每个人学佛开始的时候 都是为了求自己的事情 工作事业 身体健康 婚姻大事 没有几个人是真正觉悟来学佛的 不懂得自信归依 要懂得明英识果 因为这个世界一切都是因果 种什么因 长什么果 你今天种西瓜子 怎么会长出南瓜 今天种这个莲花 就长这个莲花 今天种了不好的因 一定会有不好的果 你今天恨别人 别人就一定会恨你 你今天伤害别人 别人一定会伤害你 这就是因果 为自己求 那是自私的 为别人求 那是无上高尚的人格 很多孩子只知道为自己求 连自己的父母都不为他们求 师父曾经说 过年的时候只能求三个愿望 很多人不为父母求 也不为别人求 第一个愿望 自己身体健康 第二个愿望 自己家庭幸福 第三个愿望 第三个愿望 自己事业顺利 连父母身体健康 全家平安 都不肯帮助求 现在人连求菩萨都求得这么自私 修行 修行其实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是一件想改变自己命运的大事 因为一旦修行之后 命运会彻底改变 过去不好的 以后会变好 过去好的 过去好的 会变得更好 为什么很多人不敢吃素 不敢发愿 因为没有这个决心 没有这个恒心 没有这个耐心 没有愿望 为人间利益 而来修行 就等于一个人 仅仅为了找份工作 跟董事长面试的时候 他不敢讲 我就是为了赚钱来的 因为你给的工资高 而说 我是因为喜欢这个工作 为了让公司发展得更好 吹牛撒谎 吹牛撒谎 他不敢说实话 所以 现代人不敢修行 不敢拜佛 怕有恶报 因为 他们心中都有太多的恶念 还没有拜佛 我先害怕 就像有些人 在马路上开车一样 看到一辆警车 他马上方向盘就会抖动 开不稳了 警察又没有管你 你开你的车就好了 但是 很多人就是害怕 因为 心理阴暗面太重 一看到警察 就慌了 这个世界 坏人很多 但是 邪不压阵 修心改命 不容易 功夫都在 践行里 修应行善 在平时 人间一切 不可值 善恶皆由 自心造 人道无求 品自高 不容易 gg musicians es